春节期间,国务院联防联合机制相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 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坚守岗位,防控工作平稳有序 以类仪管措施落地建教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春节后返程人员增加,要做好交通工具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常态化防控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农村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重之重 要始终紧盯关键环节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监测 全力保障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随着初入境人员的增加 要持续开展疫情监测 动态掌握疫情流行趋势和病毒变异等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